老婆都陪进去了 那我给你找个老婆吧 对不对 你老婆陪进来了 我给你开个实价 一千块 哎 你不是来买料的 这种货你开一万 你是不是乱来吗 有黄的 对不对 那么细的料子 你看你这个秀 升得倒是挺艺术的 你看这里这块链 你说你这链真的是链的 给过差不多两千块了 都说给过价 每一家都说给过价 那怎么没卖出去呢 你看我这么老实 对不对 不会骗你的 没老实开一家 就不会是一万了 老板 这样吧 虽然说我没啥实力 但我成义足啊 这样吧 我再给你加一百块钱 行不行 一千一 不行啊 可以了 你这都收摊了 你实际要多少吗 一千八了 一千万几百 一千三 一千五万几百 我这回去加工很有难度 这边裂太多了 然后你这个皮壳也很厚 最多只能做两块 你少赚点 我少赚点 好吧 好吧 对 放个漏嘛 是不是都收摊了 行 我给你转账啊 好 料子你拿回来了 我们在评程区 选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大哥 嗯 结果有个网友说 妹儿 我想给奶奶 求一块一千左右的牌子 他老人家最近快七十大瘦了 那我们一起去给大哥设计一下吧 和大哥沟通后 是做了一块佛观天下 有着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的含义 希望奶奶以后也能身体健康 瘦比南山 料子已经写好货啦 一千三拿回来的料子 料子比较大 我们做了两块 那这一块呢 就巴巴巴露给这位大哥 也祝奶奶生日快乐 那现在就一起进去欣赏一下吧 喜欢的大哥 记得给妹儿点个赞 点个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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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